台湾附近海域现在有两个台风 而且威力都持续增强当中 17号台风巴马已经在上午8点钟增强为墙台了 米勒也转为中台 气象局表示外围环流最快3号 也就是中秋节当天就会开始影响台湾 中秋节有赏月烤肉活动的可能要考虑提前了 因为17号台风巴马已经在上午8点增强为墙台 外围环流最快在中秋假期就会开始影响台湾 在菲律宾东北方海面甚至我们东南方海面 这段时间的时候它的移动速度会减慢 那减慢以后它对我们的影响时间就比较长 所以我们预估大约3号4号 也就是中秋假期这段时间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当不理影响 中南部地区比较不受影响 至于中秋过后台风怎么走 气象局表示持续向西北溪移动的米勒 可能会跟滞留的巴马形成藤原效应 为台湾带来大雨 原本北上过程中有向南拉的力量 这力量就必须看他们互相抵消以后 最后它是停下来了 还是海点微微的向北移动 还是会往南雕 会不会再度影响到南台湾 气象局表示中秋节当天将是关键 不过国歌会建议只要发布了路上警报 山区就应该要进行迁离 避免汉事重演 中秋节当天将会认为台湾区比较避免汉事重演 中秋节当天将会认为台湾区比较避免汉事重演